刚才我们演示的是安卓的使用方法 那么现在我们演示一下贝斯王座的苹果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还是把键盘鼠标还有电源线插上去 那么因为这个我们用的是苹果 所以要切到苹果模式 苹果在最右边切到苹果模式 它会快散 然后这时候我们打开用的水游连接蓝牙 连接蓝牙 这里面你看搜索出我们的GA01iOS 这个是贝斯王座的苹果模式下的蓝牙名称 当然有些手机因为它的缓存速度比较慢 它这里面会显示的是配件 而不是这个蓝牙名称 点这个配件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点这个蓝牙名称 它自动连接 连接好后我们进入这个优点手游 你看它这里面显示已经连接了 这时候我们点这个游戏的加号 把我们要玩的游戏的配置加上去 我们这里面官方会默认这些游戏 但是如果没有游戏在这里面 你可以点这个添加线游戏 待会我会教大家怎么添加一个线的游戏 我们先以和平经营为例来玩这个游戏 安卓跟苹果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苹果是不能在游戏这个界面上 设置这个这个按键的 因为苹果是不允许有旋风窗 旋风窗出现 所以我们苹果只能是在这个优点手游 这个界面里面对着这个图片来做按键设置 那只要进入这个界面以后 它就跟安卓是一样的了 但是苹果在最上面 比如说我们官方配置呢 它会自动推荐 比如说这个是iPhoneX 所以我们有官方配置是iPhoneX的 所以它自动会抓取到这里 你看每个按键跟我们的图是一一对应的 一对应的 那如果是一对应的话 我们就点这个发生配置 那建设这个游戏 你就知道它就可以玩了 就可以玩了 当然有些玩家可能他用手手戳玩自己的按键 比如说这里面 点这个设置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有一个一套 自定一步局 可能是跟官方 我们官方只能针对这个游戏默认的按键 做了一个官方配置 如果是比如说玩家 他自己挪了这个开箱键到别的地方 那么他可能要自定一按键 那我下面教大家怎么做自定一按键 好 我们先建设这个界面 然后截个图 把这个图截了 好 这个图我们待会针对这个配置 这个界面这个配置来设置按键 我们还是建设这个合并精英 好 点最左上角有个更换背景图 把我们刚才截的那个图导进去 好 点进去 确定 它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图了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按键是不是一一对应的那个图 假设不是 好 你就可以拖动它 或者是说你可以点新建 新建 比如说我先进一个名字 先进一个名字 好 你可以去新建 一个去拖 拖到对应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和平精英为例 我们设置一下官方配置 首先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苹果的按键的属性 我们配置之前先讲一下属性 点开这个任何一个按键 它会有几个按键属性 有三个按键属性 苹果只有三个按键属性 一个是普通触摸 我点确定 普通触摸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这个1 我按一下键盘的1 它就会点这个图标 下面这个界面这个手机屏幕一次 就相当于手去触碰一次按键 点1它就触碰一次 如果是我设置为一键两用 那么它就有两个按键出来 那么我点这个1点下次 点下去它会按这个1 松开这个1它会点这个2 就相当于一键实现两次按 那么这个板链鼠标方向呢 就用来这个小眼睛 你看这个我们和平精里面不是一个 不影响你跑动这个方向的时候 可以看四周吗 这个小眼睛 我们可以把它挪到个小眼睛这里 它就按着这个1 滑动这个鼠标 它就可以环顾四周了 这个是它只有三个按键属性 我们下面来设置一下官方配置 我们把点心键 我们刚才已经保存了 我们把要的按键都一个一个去点出来 先点出来 可以先点出来 或是说你点出一个 你拖一个也行 你可以先像我这样先点出来 把要的到的都点出来 点完了 好 那接着我们就一个去拖动 有这个B键 这个B键相当于会切换 用来切换单发还是连发 因为有两把枪 所以你可以用一键两用 放在两把枪的单发和连发这里 V键你可以用来 待会可以用来驾驶或上车 R键是用来夹弹 隔键用来减第二个装备 F键用来减第一个装备 F键可以做一键两用 它除了点减第一个装备以外 它还用来开门和关门 因为这两个按键一般不会出现 同时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键两用 因为F键是一个热键 操作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键两用 点第一个物资 或者是开门和关门 Shift键可以用来跑 可以放在跑步这个位置 Cab键可以用来打开地图 和关地图 就可以用来做一键两用 放在这里你打开地图 按着它就打开地图 松开它就关地图 当然有些玩家可以用这个M键来 打开地图和关地图 M键一样的一键两用 M键放在这个同用位置 它就可以实现打开地图和关地图的 因为这个键盘它是没有Cab键的 所以它只有M键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M键放在这个位置 实现打开地图关地图 Tab键用来打开背包 这个WSD一定要放在走位键的最中间 Tab键可以设置为一键两用 一键两用 相当一按住它就打开背包 松开它之后会关掉背包 鼠标的右键用来开近 左键用来开枪 Space键用来跳跃 C键用来蹲 X键用来取消丢手雷 Z键用来踏 一键用来右探头 把它关了 Q键用来左探头 第五键用来选择手雷 四用来加血 三用来打开手枪 二是二号枪 注意按键的尽量不要重叠 否则它会按旁边的 一键我们普通触屏可以用第一把枪 F键可以打铁盒 F1可以关当前的物资 我们基本上就配置完了 配置完了记得一定要保存 保存自己命名一个名字 随便命名一个名字 保存你看现在显示保存成功 那么我们在这个界面呢 可以看到到我们 你看这里有个黑点 你每按一个按键它会有个黑点 你就可以看到到 这个黑点如果正好在这个按键那里的话 说明你的配置成功了 比如说这个B键 一键哪样你可以看得到 这一键你看这把枪 一键它是黑点覆盖到了 说明这个按键位置是对等 这时候我们回到这个游戏这个界面 可以建筑这个训练场 看一下我们刚才的配置的按键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准的了 我可以减一把枪 你看F键它可以减第一把枪 比如说F键对吧 第一把枪 隔键它可以减第二把枪 看到没有 我们去减比如说第一把枪 第一个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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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背景背景背景 好换完了 你可以打开背景 完了 这是自定按键 如果你这个手机这个游戏跟这个手机是光胖已经把你做了自定按键 推荐了按键的 你还是在这个调查按键里面选择这里面可以选择光配置 在这里面我们推荐一些配置你可以去预览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的话你就另求或是立即使用就行了 我们这里会对几个手机做了几个光配置 如果你自己保存的你会在这里面我的配置这里面看得到 这就是自定按键跟那个苹果模式的有点手机的使用方法 当然如果你是一些新的游戏新的游戏 举个例子 如果你不在我们这个游戏内幕 你可以点添加游戏 比如说你的游戏是比如说高辉格 你的游戏随便命名的它进去 你点添加它进去这个游戏这个背景 你可以更换一个随便一个背景 比如说随便一个背景 这是你更换的背景图 就是你还是要回到你游戏本身这里面把这个按键截图了 放到这里对这个背景图来做按键配置 比如说这个我们是没有方配置的 所以你要先键 先键你自己保存一个 把所有的按键通过这个加号这里面选择出来 你可以把它都点出来点出来 然后拖到对应的位置 拖到对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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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要改变它的属性就点击一下选它的属性 普通按键一键来用或是绑定鼠标方向你都可以选择 这一键 好你设置完以后记得一定要保存 保存保存保存它的按键配置 好它就完成了 所以你看这个你点这个鼠标 你看他看得到这个光标 这个黑点方向 这M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你看看得到它的配置 这一键它都在这里看到没有 好这个就是相当于不同的游戏 你就相当于 你可以有自定义也可以用官安配置 下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苹果的自动压枪的设置 你看这个我们还是以和平经营为例 建论这里面我们会有个枪法优化 是可以教大家怎么做这个自动压枪的 当然这个灵远度可以调那个鼠标移动视野 比如你看我调这个最大 你看这个移动视野这个黑点很快 安卓也是一样的 当然你可以调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比如推荐18或10左右 你看它就比较慢 慢的话你待会在游戏里面你移动这个视野的时候 它就比较柔和 它不会迅速去改变的位置 失控了 当然你是高手的话 你可以适当把这个灵迷度调高一点 因为快速反应 对吧 你可以很快 枪法优化这里面呢 跟安卓是一样的 你这里设置说明这里面 你可以看很具体的说明 那我来演示一下 我们官安配置呢 会推荐几个按键的按键的力度 压枪的力度 压枪力度的参数 当然每个参数你可以改的 改的 它根据不同的手机 不同的镜头的灵敏度 它的压枪的力度是需求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还是一样道理 我们进入这个 压枪这里面 你看啊 如果不能压枪它是飘的 往上天空飘的 我们因为这个是四倍镜 好我们用 这是在一号枪 这是二号枪 一号枪压四倍镜F4 我们试一下官安推荐的 一号枪压F4 它还是比较稳的 当然高手会压的更稳一点 因为要配合这个鼠标 控制一下这个枪的方向 比如说我压 试着压一下 这四倍镜 如果你不压 按这个意思键 它会连时取消压枪 你看这个 连时取消压枪它是打天空枪的 我可以按意思键恢复它压枪 它会打一个地方 这个是压枪 当然 如果你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 你就可以在这个 枪法优化里面 把这个力度改一下 比如说刚才四倍镜 你可以把这个改成六 你可以试一下 六可能会压得更稳一点 记得保存 重签 每次改的这个 按键参数以后 一定要重签去点一下 按一号枪 按F4 按住1 再按F4 同时的 每次你改了参数以后 都要重新按 六是更稳一点 六一更稳一点 根据不同的要求 不同的需求 你自己去计定那个 按键参数 更稳一点 好 这就是自动压枪的教程